用力撐开黑色布织布拿起来相当轻 只有200到300克 台风逼近台湾 现在这种科技沙包业者简直忙翻了 薄薄一片布织布要怎么成为有用的沙包呢 就是因为里面有吸水性的高分子 只要碰到水不用两分钟就能成为吸水性沙包 打开水龙头把沙包放进去 真的不用几秒钟立刻膨胀吸满水 可以吸到25公斤 而这个科技沙包甚至还能晾干重复使用 一个大约200元 网路上好多业者在卖 一天就要做5到600个 台风靠近从两天前订单就暴增 几乎一开卖就卖光 工厂只能努力赶工 会啊会买沙包 怕那个马路会淹水淹过来 一般都会准备沙包 像市政府有提供一种就是泡到水 它自己会浮起来那种水 其实可以跟里长或者是市政府询问 除了防淹水 科技厂也高度戒备的 当然是不能断电 穿上螺丝 主机接上电池 确认一切准备就绪 科技大厂最怕跳电停电 几乎都有这台不断电系统UPS 台风来临系统厂也全面备战 大概是三个月一次 一季一次 那种税修的话大概是 有的是维持一个月或者是一个礼拜 不一定 整个停下来做内部的清洁 以及看那些电容需要做更换的零件 赶快做台湾这样子 家庭的也有啊 家庭可能就是最主要是电脑啦 内湖科学园区也有部分商家已经堆沙包 竹科也紧急成立应变中心 联电人保则都启动防台程序 做好准备让影响降到最低 董森财经院中午军王一平台报道